最近网络上出现造假言论 故意抹黑王丽红与他人进行私人运动 严重损害他的形象 对此他的工作室也在15日发出声明表示 最近有部分人士故意在网络上 散播对王丽红的侮辱诽谤性言论 甚至大肆传播私人运动的虚假影片 认为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王丽红的名誉 因而严重影响到王丽红的正常工作和个人生活 工作室一直没发生是因为之前需要进行搜证 所以才会现在才澄清 不过也强调证据都已经搜集好 如果不删除已经上传的内容 工作室将立刻采取法律行动 未来也将持续关注网络 随时对这些侵权行为进行财政 并强调他们对于网络造谣和恶意抹黑行为 绝对会坚持追逐到底